美軍都會地區的賽德克族人 在桃園大溪原住民會館舉辦的 賽德克族狩獵文化活動 表演傳統舞蹈 也邀請南投縣跟華蓮縣的族人 前來共襄盛舉 而文史工作者田貴時 也跟在場年輕族人 分享賽德克族狩獵意義 我們是要告訴我們的下一代 尤其是我們的年輕人 早期我們的祖先是怎麼個狩獵的 他的精神是在哪裡 所謂的精神主要是克服環境 跟挑戰大自然的精神 桃園市原住民有六萬九千多人 也因為移居桃園市原住民人口逐年增加 因此桃園市政府也按照各族群 技藝時間安排相關活動 10月1號就舉辦賽德克族狩獵文化活動 那我們是希望16族群在整個都會區 能夠再傳承他們自己的傳統文化 那現在就輪到我們賽德克族 那接著這個活動他的主題是首列文化 讓我們年輕的 遷居到都會區的我們年輕人能夠了解 傳統的首列文化到底是什麼 同樣是文面族群的泰魯閣族也應邀前來參加 跟親友們一同相聚 甚至有的遠從花蓮而來 可以看到很多原住民啊 因為在都市嘛都很少看到 都會區在一起的賽德克跟那個泰魯閣族 原住民那個舞蹈啊 以前的那個舞蹈表演 泰魯閣族10月2號也將在桃園八德區 藝文廣場舉辦泰魯閣族感恩祭 讓居住在都會地區的族人 縱然無法返鄉參與傳統祭典 也能讓大家有地方相聚 記者老爸爸號桃園大溪採訪報導